2023赛季 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全年都在争夺世界第一 西班牙人在美网开打之前占据榜首 但塞尔维亚人美网首轮轻松战胜穆勒之后 重新夺回了世界第一 来到亚洲赛季后 阿卡有望缩小与德约科维奇的分数差距 争夺年终世界第一 在目前通往都陵的冠军积分排行榜上 非世界排名积分 德约为8945分 排在第二的阿卡为8220分 排在第三的梅德维杰夫为6680分 由于德约未出席亚洲赛季 西班牙人很有机会实现赶超 而梅德维杰夫晋级中网八强后 出席新闻发布会时 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能在赛季结束时 夺得年终世界第一 虽然有这个梦想 但梅德维杰夫表示 目前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都领先他很多分 今年年底会很艰难 我的意思是 我想我可以 但我需要赢得我参加的每场比赛 这就是我在任何地方比赛时都会努力做的事情 我想赢 梦想肯定还是有的 梅德维杰夫说 但目前还很远 因为我认为诺瓦克离我有两千多分 卡洛斯大约是二 零分 即使诺瓦克可能不会打那么多比赛 卡洛斯也会打所有的比赛 他补充道 梅德维杰夫随后预测 阿尔卡拉斯将以世界第一的身份完成本赛季 赶超德约科维奇 按照现在的逻辑 我会说卡洛斯将获得年终世界第一 因为他比诺瓦克参加更多的比赛 但让我们看看 赢得首轮比赛后 阿尔卡拉斯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也谈到了他和德约科维奇之间的分数差距 世界第二表示 塞尔维亚人没有参加亚洲赛季 给了他追上的机会 他冠军积分领先我700或800分 阿尔卡拉斯说 德约没有参加亚洲赛季 所以我有机会更接近第一 希望能够在北京和上海取得好成绩 并能够很快重新夺回第一 阿卡表示 如果他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那也没关系 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比赛 世界排名第二的阿尔卡拉斯 在去年每晚赢得了第一个大满贯冠军 人们对他成功未免的期望很高 然而 在半决赛 拿出完美状态的俄罗斯人 以四盘击败阿尔卡拉斯 粉碎了后者的未免梦 随后 梅德维杰夫在冠军争夺战中 对阵德约科维奇 这是他们2021年 每晚决赛的重演 当时梅德维杰夫 阻止了塞尔维亚人 实现年度全满贯尾业 然而 这一次 德约科维奇以6比3 7比65 6比3的比分 直落三盘击败宿敌 实现甜蜜复仇 拿下个人 第24个大满贯冠军头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